Hello 之前上一集教大家如何做這個shoulder tap的動作 今天教大家幾個一些直手平反支撐的動作 看到一個shoulder tap 碰肩膀 碰完兩邊才為止一下 要碰十五下 當然做幾個早 做幾下 你自己可以決定 看到我熱身之後 可以慢慢慢慢做 盡量在腰腹方面 要保持平穩 不要有這麼大的動作 當然加很多不同類型的平反支撐 可以提起腳的 或者做勁一點的話 可以提起一隻手一隻腳就可以 這裡我選擇就是提起腳五秒這樣 1 2 3 4 5 然後下來 1 2 3 4 5 這樣 記住 腰部要保持挺直 前腹部一定要保持很強的 接著就是做一個hand raise 慢慢漸進 越來越難 舉起兩隻手 1 2 這樣才為止一下 做十五下 接下來這個相對來說比較難的 就是用一個mini weight ball 放在一個平板上面 拿上去放下來 首先我左手拿上去 右手放下來 所以看到其實都要盡量保持在腰部或整個身上的轉動 不要那麼多 右手放下來 左手放上去 看到盡量保持著動動 平常很多的動作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combination去做 繼續follow我 希望有更加多的運動可以介紹給大家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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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